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匠香酒 有兴趣 扫扫二回马了解一下 来谈谈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草案 沸沸扬扬 国内的媒体社交平台 旗帜显明坚决反对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 第34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 明确指出 这篇文章在社交平台 在微信圈在哪里 传播非常广 可见到反映了 香港一部分的民意 署名古元 这篇文章就提出了 坚决反对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 第34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 这是昨天的事 9月5号全国人大发布了 五个新修法案的 系列征求意见稿 很多 还是想依法治国 很认认真真 还要求一个月的征询 这个古元说他最无反对的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草案的第34条 第二款和第三款 那么这里面讲什么呢 我们读一下 第一第二款 在公众场合或者强制他人 在公众场合的穿着 佩戴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 服饰和标志 第三款 制作传播宣扬 散布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 或者言论的 这34条很长 当然也包括 其他包括侵犯 乌损 英雄纪念碑等等 这个很多 不能对革命烈士 有什么乌损 但这两条就被提出来 既然你现在是公开 征求意见 那么就有人要表达意见 这位古人 他来懂一点法 他说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定征止婚的 婚的工具 是解决人际之间 冲突的工具 法律跟社会是 并行建构的关系 没有法律 就不会有社会的存在 立法的原则是什么 最重要原则是什么 就是清晰准确的议期 立法的具体条文 既是这个社会中 每一个人行动的根据 因此只有准确的议期 人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 法律的议期性 必须满足人们 对自己行为 这些后果进行预估 预测 并按照这种预估预测 选择行为的属性 人们必须从法律中得知 我如何预估 预测我的行动的后果 什么叫预期 预期的期 就是具有某种的期定性 人们依照法律规范做准备 既能按照这种准备而行动 才能行动的后果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都应该被确定 因为法律有这个准确 合法的行为 不能在法律上产生非法的结果 非法的行为 不能够在法律上产生 合法的后果 否则就四个字 法将不法 那么这个作者认为 这二款和三款 都将是否伤害 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 作为判断 违法的根据 好了 问题就来了 怎么样 才算是伤害 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呢 具体标准又是什么 我使用苹果手机算不算 我穿件西装算不算 我打个领带算不算 某个姑娘 穿个和服 拍个艺术照算不算 那么你能找到判断的标准吗 每一个人对 是否伤害 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判断 都是主观 完全主观 比如说 有人对大连 搞了个日本风情街 觉得很不满 有的人正认为 不过是寓意风情 一种旅游商业的手段 不是什么大事 那就是民粹主义之间 那条街没了 就是说不同的人 对一件事的看法 是天差地别 那么谁来界定是违法 城管好像快没了 治安警察 好了 这个处罚法 很重要一点 警权无限扩大 那好了 一种完全基于主观判断 千人千面的标准 你怎么可能形成 稳定的一期呢 整整有词 好了 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会随时发生变化 今天两国政府 既以某一种需要 又开始要合作了 那民间的氛围 也会发生改变 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 也会发生改变 那么好 这条法律到时候怎么修正 到了中美关系又好起来 中美关系又恢复改善 你怎么会 难道 随着外交关系的变化 不停的调整它的边界吗 那么这能带来法律 给出的稳定的预期吗 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 2018年加修宪吗 另外一个问题 自然处罚 是行政处罚 它不由法院宣判 走的处理程序简单 一个民警 就直接下结论 好了 全中国可能有一百万以上 不止 自然民警 这一百多万的自然民警 他们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如果统一不了 那就形成某个行动 在这个警察看是违法 另外一个警察看是不违法 那这还是法律吗 当事人要打行政诉讼官司 也不容易 因为法院的法官 也没有标准的判断 每一个法官对中华民族的 精神和情感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 好了 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 有个人穿着星条级的短裤 和波罗山上街 他是不是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很可能大街上街 无数小粉格爱国青年 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 当事的警察 会认为这根本不所谓 那法官有可能认为 这就是确定无疑的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和精神的事 那好 到时怎么处理 舆论也发生混乱 一个人的行动 可能马上被无数极端的爱国青年 认定是违法 要求处理 舆论压力之下 司法机关的民警 可能认为无伤大眼 但也可能会因为舆论 被拨判案 另一群人认为 完全是正当的行为 但是社会上出现更多的分裂 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就开始吵 各个朋友都互相拉黑 互相指责 到了某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或者更为极端的认为 比如9月9号 毛泽东试试 你在这一天去卡拉黑唱了歌 你到酒店喝了酒 你没有参与活动 你没有起立 没有奏国歌 没有怎么样 没有致敬 你就是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 每个人根据自己心动的标准 然后就举报 到了时候举报了 电话很多 你怎么处理 更多的人 以可能违法之中 天天这个 你就不胜其劳 不胜其烦 中国现在呢 吸收外资 尽管又缓间谍话 什么话 但是外资也是自己人 民营企业自己人 现在还是一直在要求 全世界的企业到中国投资 日本的 美国的 有钱就行 中国和大部分的民营企业 民众欢迎 政府外交关系有矛盾 应该不能影响 中国翻译 全世界企业的态度 还是讲开放 但是 这种强化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律 跟对外开放需要的 开放包容 明显存在矛盾 在中国的外国人 要守中国的法 那好了 对老外来讲 他们如何能理解 他们做什么的行动 才没有违反中华民族的情感 这种没有办法构成 稳定预期的法律 会吓得全世界的人 都不敢来中国吗 可能会 不用反间谍法 就这条法律 就可以把大家吓走 就中国的民警 就每一个 一百多万的民警 都谨守法律 绝不滥用这条规则 那网络的舆论 网络现在的舆论 网到动辄 要求用这条法律的对付 那些观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我搞不懂 中华民族精神 是什么东西的外国人 那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人人恐惧的份 闭关制 所为另当别论 中国现在的发展 需要对外开放 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 不利于对外开放的整体大局 当然更不利于 中国政府持续推动 全球化的整体战略 你不推动 那另当别论 中国的经济 不管怎么说 要发展 中国人要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 越来越富裕的那群人 我们整天曾经在历史悲情中 是永远达不到这个目的 因为只有开放包容 开用自信 你才是真正的繁荣普强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 自上而下 都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 那就是主动把自己 排除在世界之外 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爆棚 引发了各种经济民族主义 和宗教民族主义 已经给印度的经济沉重打击 中国开放了四十多年 可千万不如印度之后 对外开放的大门 只要越开越大 这是邓小鹏之后 历届的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先生强调的 态度 所以呢 古言教界这些智力法者 可能也都是什么阿玛格 什么学院的 什么学校的 法学博士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 制造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条件 智慧前程 如果你们 苟言说 如果你们真的要强行通过 请给每个国民 背起你们认定的全年的衣服 就跟过去一样 穿的蓝色的黑色的衣服 就两个设计就行 如果你没愿意 首先第一 学法懂法的人多 人们就知道 各种修法条款中 刻意潜藏的猫腻 明智不是完全开 但是明智已开出开 看得懂这些 第二 公民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 至少现在还没有 不法公开的喝止 你修什么力 你要走程序 要征修民间意见 现在是所有的公民 发表意见的时候 第三 警权的无限制扩张 对于一个正常态的社会 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 第四 有人批评 这是文革的前奏 各位你们没有经历过 什么叫文革 文革 无法无天 人民群众专政 无产阶级铁拳头 他不需要前奏 文革是什么 不需要前奏 说来就来 这样的法律 这样的条款 令人心惊 令人不安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去做什么事 我去做什么事 让你做什么事 老杨给你打掌 我去做什么事 我去做什么事